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屋 這個單元就是我之前期待非常久了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情史投稿過來 我們會把它變成床邊故事分享給大家聽 講的就很多粉紅泡泡 我們就說要你也死我這個單身狗吧 好算了算了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是在我當兵起情不小心愛上頒獎的故事 大學剛畢業的我 面遇到大部分的男人一生都會遇上結束 那就是當兵 雖然心底滿是絕望啊 但坦白說又有一點點小小的興奮 因為說到軍中不免一定會三次幻想一下 踢踢上幫領兵撿肥皂或 半夜到幹部勤進行強制保養 或夜市垂走等等的故事情節吧 因此為了要讓自己的故事情節更加傳奇 變態的我變夏天覺醒 一定要在退伍前達成這個性愛成就 結果進了軍中我才誤出了一個真理 那就是其實能駕馭大光頭的還曾沒有幾個啊 少了瀏海庇護的我們 顏值近乎全部殘掉90% 而長的稍微比較帥的也幾乎都是些鋼鐵指南 至於班長的話 倒是個讓我大為驚嘆的 他比我大三歲 有著一對濃黑而鋒利的眉毛 眉宇之下充滿著陰氣 帥氣的見眉底下則是一雙溫柔的大眼 那如同蠟巷般高而停的鼻樑底下 搭配的是一個隨時都好像在笑的嘴角 更扯的是 綜合以上沒死人的無關後 他還有一對厚實的胸肌跟刀客般的腹肌 這樣的顏值出現在軍中未免也太不現實了吧 不過正因為這樣的鮮肉班長 成為了我在練獄班的軍中唯一能欣賞的一片風景 後來在興訓幹部介紹時我才知道 原來班長在簽下去之前 本來是一個偶像男團的練習生 因為家裡急需用錢 再不得不加入果軍 原本他有一個在夢想夜市買雞排的女友 不過上個月雞排妹因為愛上北京烤鴨胸 所以就跟他分手了 天吶 誒誒 你的機會來了 坐在我身旁的林兵用手肘猛撞我的手臂 對我說道 嗯...實際上哪有那麼簡單的是呢 我通紅著臉想著 我並不是對自己的言辭沒有信心 再怎麼說 讀書時我也成是人人稱線的小纖露 只是 聽說班長在落伍之前 曾被一個有錢的gave騷擾過 對方當時還以30萬一頁的價碼約他 讓他看到很困擾 我也很怕如果主動出擊的話 會造成班長的困擾 但沒想到老天爺還是給了我個機會 那天我不曉得怎麼了 全身酸痛、頭昏腦脹的 整個人剩快要死了一樣 起初我也以為可能只是中暑罷了 直到後來量體溫才發現 原來自己已經發燒了 由於大半夜裡醫護師早已關門 因此只得由班長送我出去轉診 然而沒想到被賦予這個任務的 居然是那個帥到不可思議的顏值班長 天啊我簡直是開心到瘋了 可料想不到的是 這時另一個班長居然也強招來帶我看醫生 唉 一下子從天堂掉回地獄的我 當然連整個頓時垮了下來 延遲班長看來看我笑著說 因為另一個班長會開車 不希望我還只會騎機車 你想給我在嗎 但你有力氣走到大門口嗎 這時我哪管得了自己那不舒服的身子啊 當然是強壓著內心的喜悅 有精神的對他說道 沒問題 請不要擔心我 可沒想到的又是 當我們一踏出宿舍的門外 天空倒是很失去的突然下起了暴雨 被雨水淋濕的我們趕緊躲進附近的鋼棚下 望著滴答的天空等待著這場雨何時才會停呢 我用眼角的魚光偷偷的打量著班長 班長的衣服有些被雨水淋濕了 仔細看的話 似乎好像可以從那半透明的衣物中 看見他那一塊一塊有如冰磚般的腹肌 一二三四六 我打量的偷偷的數著 此時雨也剛好停了 班長看了我說 我們走吧 我坐在班長的身後 任由著他與他那台小黑馬在夜裡穿梭著 要搂著他的腰嗎 我掙扎的想著 小心翼翼的緩慢移動著抓在機車後那笨重的手指 突然機車震了一下 我的臉不小心傾倒在他的背上 現在這 現在這溫熱的溫度 究竟是他的體溫 還是我那早已燒的湯燒火熱的額頭呢 竟他沒有反應 我便要輕輕的將頭移了上去 這觸感真的很神奇 雖然是結實的肌肉 但包覆在上面的皮膚 卻又有些彈性跟軟度 抬起頭來我才發現 這還真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看著他也 他的睫毛很長 但卻絲毫擋不住現場睫毛下那閃爍的眼眸 他的皮膚光滑乾淨 好像這輩子他從來沒有長度困擾似的 哪怕只是透過那長城半廣闊肩膀前的 那小小的後照鏡窺視著他 我也覺得雀躍不已 可能因為知道賺錢不容易的他 怕我如果去醫院掛急診會太貴 於是便在附近找了間小診所放我下來 他說他有些事要辦 要我看完病後乖乖的等他回來 靈魂要的我坐在診所的長椅上 用指尖來回摸著自己剛剛貼在頒獎身後的額頭 不斷回味著 突然 一陣刺耳的喇叭聲把我從夢中驚醒 發什麼呆啊 怎麼 還是很不舒服嗎 班長逗趣帶用關心的 對著診所裡的我喊著 在接到我回身時 他問我想不想吃些什麼 畢竟難得有機會可以在非休假期間吃到民間美食 當然是該好好把握的啊 可發燒中的我實在沒什麼胃口 但看到眼前的胖老爹 便心想說不然買點回去 慰勞一下室友們好了 可沒想到班長聽了卻制止我 趙兒子許買自己吃的 他鼓勵我若真的吃不下 不然也可以去Seven買個三明治啊 我點了點頭沒有吭聲 而當我們反應後我才知道 原來因為發燒 所以上級要求我搬到隔離請住的消息 正當煩惱者 呼…就已經夠不舒服了 還要快速打爆行李大搬架 想到都覺得頭痛 沒想到這時 岩池班長卻對我說 不然他也一起幫我搬吧 隔離請其實說穿了 以前也只是一般性病的情勢 只是現在變成了招待外來使者或隔離病的地方 岩池班長幫我搬完行李後 跟我說他以前當菜賓時也曾經睡過這裡唷 便指著指阿當時睡著床 叫我就睡那裡吧 半夜一個人躺在床上的我 忽然爬起身來拿起小手電筒照了照床板 好不容易找到了 我是未來的大明星 這應該是他寫的吧 我開心的躲回被窩裡 翻來覆去的回想著今天發生的事 也不禁想著 當年班長也是新兵時 躺在這裡都做些什麼 或想些什麼呢 這時的我拿管著早半夜裡 這裡會不會鬧鬼啊 可以睡在班長曾經睡過的床位 我根本已經死了無憾了 距離退伍也不到一個月了 我在軍中還沒有跟任何人發生什麼關係 但這對現在的我而言 好像已經不是太重要了 我開始對岩池班長的大小事感到興趣 體能活動時 看到他在球場上得分替他感到開心 要洗澡時看到他剛好走出浴室 會感到臉紅心跳 看到他偶爾跟班冰處不好時 會感到一些心疼 嗯 明明他就是一個 那麼想把事情做好的人啊 日子過得很快 終於到退伍當天 躺在床上發呆的我 看著床板上寫的那一串英文片語 Time is for no man 我跳了起來 趕緊跑出門外 我決定了 我要告白 哪怕這個把我墊得暈頭轉向的超級暖直男 可能會因為我的一句話而被我嚇壞 但 我總不能抱著遺憾去這樣離開吧 起碼 要個聯絡也好 最後我衝到了銀站 遇見了他 滿臉通紅的我知悟了老半天 還是沒能把壓抑已久的心情說出來 只是說到 報 報告班長 我 可以追蹤你的臉書嗎 藍兒班長瞪大著眼 看著眼前這個 令人好氣又好笑的少年許久 露出了一絲燦爛的嘴角說道 追阿 保證嚇死你 天啊也太浪漫了吧 不曉得岸先生後來有沒有跟班長在一起呢 嗯我是覺得啦 希望你今晚有個好夢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昨日は血が好きで 明日は多好きで 夢でも 然後呢 露出了 墳衣